好,大家好,我是Helen 欢迎大家来到老韩的频道 今天给大家介绍我的车Model Y 这款车是去年10月份购买的 大概开了15000英里 目前一切都感觉良好 欢迎Helen来到我的频道 大家知道Model Y是目前市场上比较有流量的一款车型 同时也是我们女性消费者比较中赖的一款车型 你当时买这个车之前开的是什么车呢 我之前开的是Raw 4,丰田的Raw 4 因为我在开Raw 4之前 我开的是一个六缸的发动机的车 Raw 4它各种性能都很好 但是唯独就是在高速上 我超车的时候就超不过去 我把油门踩到底了超不过去 我当时就跟我先生说 我说这车不行 我加不起油 然后我就觉得很崩溃 加不上油是吧 对对,加不上油 就觉得很崩溃 因为我想超车的时候 我超不过别人 那有时候我就觉得说 感觉不到开车的乐趣 那是你在买这台电车的时候 是为什么从油换到电了呢 你有什么特殊的考虑吗 因为第一个是因为我家有太阳能板 而我们觉得说 如果是开电车的话会比较方便一些 第二个就是作为女性来说 我觉得有时候去加油站嘛 我就不大想 就是去加油站 有时候觉得好像不是太安全什么的 所以我就想要主要是能在家充电的话 那就非常方便 我不用去加油站 然后我家也有太阳能板 所以我就觉得对我来说是很好的 所以在换这台车之前 就把目标某定了电车是吧 对 那是电车是就选那个Model Y了 还是当时也有一些选择呢 其实呢在很 就是大概两年前 我是试驾过特斯拉X的 但是X有一个很不好的 就是让我改 它的胎噪音特别大 就是我加速的时候 那个胎噪音很大 车内的 车内很安静 但是那个胎噪音很大的 我开起来就 哇就不太舒服 但是当时我去试驾Model Y的时候 它是因为第一 它是一个越野型的嘛 小型的一个越野 我就觉得哦这个车挺高的 越高的话 对我来说我在视野上 就女性在视野上 我能看得着前面的车 就安全性能更好 第二个它的胎噪音 也不像那么的大 我就觉得很舒服 而且加速啊 各方面都挺不错 那在这个15000多英里的体验当中 你觉得你对它最满意的是什么点呢 第一它很安静 其实它很安静 第二就是加速特别快 比如说我想冲一个红灯啊 或者什么的 我哗就马上就冲出去了 说一下我的对于自动驾驶的感受吧 自动驾驶的话 它有分两种模式 一种就是半自动驾驶 也就是说啊 它可以就是比如说自己 自己超车啊什么的 但是还是要在我的那个操控之下啊 这个算是比较安全的 我觉得 另外一种呢 就是全自动驾驶 当时我就用了大概五回左右吧 因为我一开始买这车的时候 它是有送送三个月 大的路没问题 但是有一个问题呢 就是就是当这个车 它离前车大概十米的时候 它会突然击杀 它击杀的时候 就是那种 你会往前轻的那种击杀 就是感觉到 特别突然 对 非常突然 就是一下就马上杀下来了 你会很不舒服 还有一个就是 走小路的时候 它会找不着路 就像这种 它花有线没问题 但有一些 像在那个商业场所 就是那种商业的 比如说像 一些商场的附近的那种小路啊 它会找不着路 会出现这个情况 所以当时我一看 我说 哦 还是有点 不是太安全 所以我想想说 嗯 那我还是得 还是得自己驾驶上 还有它的存储空间 特别的大 其实我除了 我的尾箱 还有就 我有一个前面的 前背箱 对 前背箱 我有一个大空间 我觉得这个是我 非常喜欢的 因为 我有 因为我是把车头 塞到我的车库里面嘛 那我一打开这个箱子 我就 就把它拿到车库上 拿回家 我觉得特别方便 还有就是我可以 就是用手机来操纵这个车嘛 比如说用手机开车门啊 手机调整我车里的温度啊 手机开我的后备箱啊 关后备箱啊 这个倒是挺方便的 而且我自从用了这个车 我没有车钥匙 那从一个女性的角度来讲 你对这个车的颜值 能打多少分 哦 我觉得至少能打90分 还是挺漂亮的是吧 对对 那在这15000英里的体验当中 你觉得最不满意的是什么点呢 这个车它在 就是只有100英里的时候 它那个掉电会非常的快 就是它特别是天气热的时候 夏天 比如说我们去某个啊 大概开车一两个小时的公园 然后当它那个电在100米以下的时候 它会突然急速掉 这个是让我不是太满意的地方 那在这15000英里的体验当中 它出现过什么问题吗 实话讲没有任何问题 没有任何问题 这车还挺好的 我目前没有换过任何的东西 那这车买完之后 你是在公共的充电庄充电多一些 还是在家里的充电庄充电多一些 因为我们家是有太阳能板的 所以呢我主要是在家里面充 我们基本上就是 开在150迈以下我就会充 就是续航还剩150迈以下的时候 就开始充了 对对 我一般会充到90% 一开始的时候我是充到80% 但是我发现80%不耐开 因为我的车 它总共是可以开310 310迈 但是呢我一般现在是充到大概280迈这样子 280迈大概开个两天 然后我又充一次 我的频率大概是这样 那基本就是回家就充上 然后第二天早上就拔下来 对 你有没有计算过这个费用吗 我们家是两台电车 我们家两台电车 夏天的时候最高大概200多美金这样子 连家里面的费用 家里的电费 家里的电费一共是200美金 对200美金左右 就装太阳能板 你有比较开这个车跟开油车的费用一个比较吗 其实我觉得这个车更便宜 你想我一台车 因为我家大概100美金左右的那个电费嘛 我们两台纯电车就多了100美金这样子 其实一个月大概50块 其实算是比较划算的 那保险呢 保险就比较贵了 说实话 保险是我比较 就觉得比较心疼的一个点 作为女生来说 因为保险一个月要300多 几个车 一个车300多 但是呢 如果像我老公他开的是那个丰田的一个纯电车嘛 他保险就便宜很多 但只是特斯拉的电车的保费要高一些 对特斯拉特别贵 他那个大概有多少钱 就根据你们的情况 好像100多 那他的费用基本就是他的两倍了 对 我就觉得这个是不划算的点 你们有经常开电车跑长途的旅行吗 其实暂时还没有 暂时还没有 因为我们还是坐飞机比较多 说实话 之前开存电 存油车的时候 我们就有 就经常跑长途去旅行啊 去肯塔基啊 又去加州啊 我们还开回温哥华嘛 但现在就没有 那你现在用这个电车 跑的最矮次距离是到什么地方 我大概跑两个多小时 是去往北的一个公园 那就不需要中途充电了 不需要 当时就一次就可以打个来回了 不需要 但是我查过 就算是我开这个车到休斯顿也很方便 因为一路上挺多充电桩的 但是还没有试验过是吧 对还没有试验过 因为我也上网看了一下 我觉得Model Y呢 它跟3呢 还有X都有不一样的10 它的 它比3的空间要大一些 然后它的4也要好一些 但是X的话空间又更大 因为我家里面都有人在开 所以你也弄了一台特斯拉 对对对 因为我弟弟也在开特斯拉外 达拉斯对于轿车不太友好 车都很高很大 对 然后很多人开车呢 都漫不经心 就比如说拐个玩儿 并个道啊 比如说这边在看手机呢 它根本看不到那个小车 再一个呢 比如说你开小车 跟着大车在大车后面呢 你视线很差 前面有个什么路况 你根本看不到 所以现在大家都喜欢 开的车是越来越高 越来越高 其实我之前有开过 我在西雅图开过那个皮卡 说实在 我挺喜欢皮卡的 你喜欢皮卡 对 我喜欢皮卡 我喜欢大车 因为我之前开大车 因为我也开过那个Q7嘛 Q7也是很高 也是很高 它虽然不像我Q8那么 灵动性那么好 但Q7的话 它很高 我觉得我好像比首尔车的高 但在达拉斯不一样 因为达拉斯 它的那个油价特别的便宜 它油价便宜 它不像加州啊 或者像温哥华 他们油价就特别的贵 基本上快是这里的 快一倍吧 我感觉是 我加一次油快100美金 但来这儿啊 加汽油的话 大概在50左右 五六十这样子 加满 现在你也不用了 对 现在都不用了 我觉得现在太爽了 就都不用 都不用那个加汽油了 你之前的车 基本上每一个车 能持有多长时间 大概五年这样子 目前有没有什么薪水的对象啊 有没有薪水的目标啊 想换什么车啊 目前没有 实话 但是如果再换 我也是换电车 如果是我想再换车的话 我可能想换丰田的 一个越野车 BZ4X 我觉得那款车不错 那款车 它体积也没有很大 但是它也很高 一个是外形 我比较喜欢 我觉得外形 就特别的炫酷 第二个呢 因为它保险没那么贵 它保险是我的一半 我就觉得说 因为费用低很多嘛 对我们 你只是日常开车 也不干嘛的话 经常开电车的朋友 都有一句话 就是一旦开上电车 就回不到油车了 你觉得 你对于这话怎么理解 我非常认同 我非常认同 从哪个方面 你觉得回不去油车了 第一就是它的 就我加油 我不需要到 加油站去加油 这是一个 第二个 我觉得它的费用低 就我的日常的 费用低很多 因为油车的话 一个是 它的部件的那个耗损 这个倒没有什么不见 这只有一个惦记嘛 然后第三个 我觉得它比较 好的是什么呢 它没有太多噪音 我觉得油车声音比较大 因为第四个 它也没有味道 就不会有汽油味 我就觉得 这个是我最喜欢的 作为女生来说 我当然不希望 就是我在我车库里面 就一起动 然后就闻到一股油味 我觉得这个是我 不是太喜欢的 所以我觉得 可能很难回到油车 基本上回不去 如果有朋友 想买特斯拉 或者想买一款电池 你对大家有什么建议呢 我觉得如果是从 女性的角度上来说 我真的是会特别 推荐特斯拉的 我会为它种草 因为我觉得特斯拉 它不管是在颜值 还是在性价比 还有在开车的 灵动性方面 我觉得非常值得推荐 其实在这么多款车型当中 我自己也比较过 我觉得Model Y 是性价比最高的 首先它的价格 它价格跟Model 3 差不多其实 因为你租下来的话 这个月租金都差不多 它非常的实惠 但如果是你买Model X 或者是它的Truck 它们的价格都比较高很多 但是Model Y的话 由于它的价格 跟Model 3差不多 那如果你买Model Y的话 那会更划算 这是一个 其次呢 它的驾驶的那个视野上 它高很多 高很多的话 它又不像Model 3 那么小空间小 然后视野上 你就是像轿车的视野 因为在达拉斯这个地方 那个皮卡车特别的多 如果是你开了一辆 稍微高 底盘稍微高一点的车的话 那么你的视野上面 还有安全性上面 都会非常的不错 所以我觉得在视野这个方面 我觉得特别推荐Model Y 还有就是它的空间 要比Model 3要大很多 但是我感觉它的空间感 也不差Model X 那你最早是在住在温哥华 然后后来搬到北加 现在又搬到达拉斯 对 那你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住这三个不同的地方 一些感想 我觉得温哥华呢 它的美食特别的多 温哥华是三个城市里面 我之前在温哥华 旧金山 达拉斯 温哥华的美食 基本上是北美 我感觉是最多的了 而且就是非常的丰富 北加应该可以啊 我感觉掉了几个档 是吗 真的真的 我其实一开始 又回到北加的时候 我有点 因为我是有家人在北加的嘛 其实有点吃不下饭 我实话跟你讲 就会吃不下饭 觉得差距太大了 就像是你去饭店吃 跟你在大牌上吃的感觉 就是差距挺大的 差距挺大的 因为我们在温哥华 它的一个食品标准啊 比较高 就我就打个比方 吃那个生蚝嘛 我特别喜欢吃生的生蚝 因为温哥华的话呢 他们的生蚝是非常新鲜的 基本上我点一打生蚝 不会有坏的 但是我在 旧金山最好的 就吃生蚝的店 我们还排长队去吃 然后都还会有一两个坏 但我问了当地人 都觉得这很正常 但在加拿大话 真是太不正常了 你这么想比达拉斯 吃对于我们华人来讲 还不如北加 对 可以这么说 但达拉斯呢 是一个风土人亭 又特别浓重的一个城市 跟我就完全不一样 温哥华市人很多 美食很多 北加的话 因为都是 都是那个 那个科技这一方面的 比较多嘛 都是马农比较多嘛 又不一样 北加人比较随性 他们都是提起牛仔裤啊 什么的 但到了达拉斯 达拉斯是一个很 乡土兮兮很重 但是风土人情味 非常重的一个地方 你会感觉到很舒适 但是唯一不好的就是 夏天太热 美食也相对说少一些 但我觉得达拉斯呢 它是一个发展非常快的城市 因为它每周都有新的餐厅 但温哥华呢 那个路况有时候不太好 它会经常有小石头 打到我的玻璃上 然后有一次 我的玻璃就 就被那个石头给 给给弄 就前面挡风玻璃 这个大块的玻璃 就一下就 就裂了一个 一个 一个缝嘛 就觉得路况没那么好 达拉斯石头又多 达拉斯石头又多 实话 我基本 每个车上的小 风挡上的小眼都很多 对我也有一些 我也有一些 趁着还没有太大的时候 就应该给它补一下 问题就不大了 对对对 但是基本上 每一个达拉斯开的车 风挡上基本都会有小眼 你这有眼吗 有一点 有有一个小小 修过吗 之前修过 但是才一周它又有了 所以我赶紧又不修了 要修要修 这个要修是吧 哦 如果它不修的话 比如说你呢 比如说你压了一个坡 或者压了一个不太平的地方啊 它就会越裂越开 越裂越开 哦这样 修了一下呢 就相当于把这个小缝 就给 就给捅上了 就给补上了 那这样它就不会 再厉害了 哦这样 当然肯定不会美观 不会像 补的 不会像 圆铲一样 那么平啊 一点一点看不出来 但它至少能保证你 不再继续扩张了 说实话 我觉得德州是一个 非常不错的州 因为第一 它比较安全 它跟加州不一样的 是 加州就是很多 homeless 有时候你在高速上 它还是会homeless 但德州还好 德州很 你会感觉到很安全 就真的很有家的感觉 你会容易安定下来 还有这边的风土人情 大家就会非常的热情 像我的邻居 我的邻居特别的热情 他 呃我们刚搬来的时候 他就是 风吹下雨的 他都会给我们 发消息 啊要注意这个 注意那个 像冬天的时候 你们要包水管 夏天的时候要 怎么怎么样 他都会 非常的细致的跟你讲 但加州的话 比如说上次我们回加州 我们回加州 有一个细节 就是 比如说我们在德州这边 我们开关门 或者是电梯 我们都会帮别人 就把那个电梯给扶上 扶一下 对对 但是加州的朋友说 哎你不要这样 这是加州 他说你这不适合我们加州 你不要管别人 感觉到很多的善意在德州 就这边的人会非常多的善意 就像有一次我去买东西 哎我忘记 买饮料了 然后店员就说 哦没关系我请你 还有有一次去我们这边 非常高级的一个 一个牛排店 我其实那天就想喝一杯咖啡 然后经理就说 哦没关系 这杯我请你 他们就这样 就是很 你会感觉到 哦 就像家人一样的亲切 但在加州可能感觉不到 这样那么亲切的 包括像我过生日 我的邻居 他居然会打红包给我 他居然会跟我说 他说我听说你们中国人 啊 就是过生日的时候 就是过生日的时候 长辈会给红包给晚辈 然后他也给了我一个红包 然后我非常的惊讶 实话讲 当然这边的天气就不像在 旧金山那边那么稳定啊 因为这边的夏天会非常的热 可能会热上一两个月这样子 就你会感觉到热到你都有点头皮发麻 实话讲 我有那么一段时间我就没有都不想去超市 因为太热嘛都不想下车 但是在加州的话 因为它的气候都是比较稳定的 你会感觉到 反正大概都这样 每天都要穿一个外套出门 但在德州的话就是热 还有呢就是昆虫特别的多 比如说像蟑螂啊 像蚊子啊 但是我想如果你打理好了 其实这些都是小问题了 但关键是人了 关于推不推荐来德州 我还是非常推荐的 但是实际上我一开始来的时候 受到很多的阻力 因为亲戚朋友都说 哇你不要来 你不要来 那个地方可危险了 因为很多人有枪 特别的不安全 结果我们来了之后 发现哇这里特别的安全 虽然我的朋友也经常背着枪 跟我一起出去 但没有感觉到有什么 不舒服的地方 还有这边的房子比较便宜 在加州买一个公寓的预算 就可以在这边买个好市 所以我觉得 你要是搬过来的话 你想住大房子 你可以考虑搬来德州 德州真的非常不错 如果说是对于有孩子的家庭 我是特别的推荐来德州的 因为德州它是一个比较保守的州 它对孩子的教育方面可能会 相对来说会更加的保守一些 我觉得会对于孩子的成长会有很好的帮助 相对于加州来说是吧 对相对于加州来说 今天感谢海伦跟我们分享一下 她的车 还有她的生活的一些相关细节 希望今后有机会 我们在一起多聊一聊 好 以上视频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